5月的國內就業市場預計將再次出現穩定的就業增長和薪資增長 但政府週五公布的報告顯示 增長可能會出現放緩的跡象 央行已在14個月內10次提高基準利率以應對高通脹 自1月以來企業不斷放緩招聘速度 可能表明經過兩年的強勁增長後 就業市場正在潮著更可持續的平衡發展 美聯儲官員表示 如果企業必須提高薪資而吸引和保留員工 強勁的就業增長通常會引發通脹 而這些企業通常通過提高價格 將其更高的勞動成本轉價給消費者 美聯儲的高層官員此前暗示 下一次會議將放棄加息 美聯儲希望避免將其關鍵利率提升過高 而導致深度衰退 本週美聯儲官員在講話中指出 星期五的就業報告以及下一份通脹報告 是他們決策的重要因素 如果5月的就業報告比預期強勁 美聯儲的決策者可能會考慮在本月再次實行加息 天下維士記者編輯報導